现在是因为数位人民币 它的占有率很低 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机会起来 因为它只要到了一个 市占率到了一个门槛 它就有可能挑战到支付宝 跟微信支付的地位 刚刚副主任有提到这个开户的问题 那另外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 就是我在上海几乎没有看到ATM 而且根据这个业内人士的分享 大陆很多大行每年都数以万计的 在回收他们的ATM 然后尤其我还有去拜访 这个台资银行富邦华一 那富邦华一在上海十几个点当中 他们只剩三个点 有这个现金的那个业务 然后所以我这次就是 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 那我一下一到上海 我就先到酒店附近的 那个支行去开户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支行没有办法存现 我就抱着现金去开户 结果开户之后才发现 没办法存现 我还要再抱着现金 去另外一个支行开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因为在台湾可能银行 你随便走进一间 你要存现金都是很方便的嘛 对不对 对啊银行结果不让你存钱 好像有点反直觉嘛这样子 对啊不过真的啦 因为据很多资料统计 大陆现在一直在测他们ATM的数量 因为就现在因为微信资付资不保 他们市占率已经超过九成了 这样子啊反正就太主流了 你ATMbombs没有人用站位置站地方 甚至机器故障 都是 都是一个风险 然后我想说的是 就大支ATM小制他们的一些收银台 甚至他们 我们一般商家在扫尼码 调码的那个机器嘛 就是这些东西他们越来越少用 所以很多店都干脆没有 所以像现在你如果去他们餐厅 很多都是桌上有一个条码 就要你透过自己的支付工具 去自助点餐 然后再自助的去导入你的支付宝 或微信支付 去做一个付款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目前 因为我目前在北京啊或是上海 或是一些地方观察到的 在这方面 微信支付还是占的最大宗 我们刚刚都在说支付宝 因为支付宝我们比较容易开 那你在大陆如果遇到这种 就是需要自助点餐的状况 而且几乎都只限定微信支付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你走进去才知道 对啊 然后你可能就跟他说 我要人工付款 他不一定 正常应该要让你付啊 可是可能有的时候会 稍微有点僵持这样子的感觉 不过他们做这个 也是对他们刺激消费有个好处啊 就是他们 对于他们整合他们会员权益啊 像我们现在用Line 来配这种手码 可能会把你自动加入那商家的会员 微信支付也有类似的功能 他们透过小程序 在他们消费的一些会员消费券 折抵或是一些折抵方面的玩法很多 支付宝在这方面的市占 我自己是觉得稍微比较小 因为大家都会先开微信 微信聊天太便利了 就开来顺便支付这样子 对啊 引起怎么看 引起应该也有遇过 对我这次在上海的确就是也常常遇到说 我进到一间餐厅 然后结果他扫码点餐 结果扫的是微信 然后就开了微信支付 但是我们是没有微信支付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没办法点餐 然后我就必须要到柜台跟他说 我要什么什么 然后再用支付拿来支付 感觉就是比他们当地人还要再多一道手续 而且那里的餐厅就是扫码点餐真的已经非常普遍 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那个接待人员来接待 对所以一开始真的还是蛮不适应的这样子 做了半天不知道要怎么点 的确的确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点 那就是现在大陆人行 中国人民银行在推这个数字人民币的部分 那因为数字人民币 就台湾人的感觉来说 感觉好像跟支付很像 就是一个APP 然后就可以给一个二维码 然后就支付 那个想请教副执政 所以人的行推这个数字人民币 他对这个现在已经完全普及的这个 微信支付啊支付宝 他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看那个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 其实他们都出来的时间都蛮早的 尤其是那个支付宝 我记得好像是在2003或2004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出来 但是他们的这个新盛 大概我觉得不外乎几个原因 可能是大概2012以后 那个阿里的主导那双11 还有还是京东那个什么615 那也是一些购物节活动促销 加速了这个这个线上支付 因为他们都会有些优惠什么返还之类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三年这个疫情封锁的时候会加速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融合 那所以让这个支付非常的渗透率就加快了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刚刚日新有提到那个 现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就是全中国两大巨头 基本上就是垄断了 那个支付宝大概是差不多50出了 那微信支付大概有3030几 那剩下的那个东西就是包括像现在讲的可能是像其他的 甚至包括像数位人民币在内 那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就是说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它不是钱 它是一个平台让你交流交易的一个平台 但是数位人民币在大陆是叫数字人民币 我们叫数位人民币 它是钱 它是由人行直接发行的所谓的法定货币 它只是你把它想成一般的纸钞是纸钞嘛 或者是金属嘛 但它是虚拟的 它是数位的 但是它一样是由人行发出来的东西 你用水管跟水来比喻的话 支付宝效那个微信支付就像水管 数位人民币就像是水 起初应该是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关系 但是后来尤其这几年 那个支付宝跟那个微信支付都先后向官邦表态 就是为了让这个数位人民币普及 因为我们现在都看那个数位人民币 可能我之前都看你也在玩过 就是那个现在一些大陆的试点地区 像深圳苏州还有雄安新区那边 有一些试点地区跟城市 他们有在用数位人民币发红包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这是一个这个噱头 也是一个希望可以普及 那官方的立场当然是希望数位人民币普及 那这有多重的考量在内 但是它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而且官方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那现在是因为数位人民币 它的占有率很低 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机会起来 因为它只要到了一个市占率到了一个门槛 它就有可能挑战到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的地位 那怎么说呢 因为支付宝跟微信支付你今天要办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有讨论很多 你必须去商业银行开户 去找一家商业银行 因为这两家都是跟商业银行去挂的 所以要开户你才能去用 但是数位人民币呢 它是由央行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它直接发行的 市场需要多少 它就发行多少 那这个东西来讲呢 它不需要你去绑账户 也不需要你去绑卡 只要你的手机是有电的 你只要下载数位人民币钱包 那两支手机只要是有电的控一声 甚至那手机是没有上网的 他们已经发展出离线业务了 那没有上网控一声 就可以完成所谓的提现跟转账 这种任务在 那方不方便其实是很方便的 因为你今天用 我们对于支付宝的商家 都跟他们绑定的一些商家来讲 你要付 你要在交易或者是在转账 或者是在提款的方面 对商家来说都必须要付出所谓的 商费跟所谓的手续费 给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可是数位人民币不用 这是他在成本上来讲 对商家来说我可以省成本 我支出币叫我要省成本 我当然会欢迎 可是这个要有一个 要形成这种挑战的这个架势 要有一个气候跟气机 我觉得去推这样子 是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聊到非常多 在大陆使用行动支付的状况 那现在大家可能会困惑说 那我到大陆是不是又去下载个支付宝 或微信支付就好 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日心 帮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下载了支付宝 或下载微信支付之后 我们应该要怎么申请呢 这个状况其实就是目前来说 微信支付如果你没有当地的一个银行账户 其实你就很难 其实就不太能用 就无法绑定去使用微信支付 那支付宝是相对容易 如果你短期要去大陆 是先建议你下载支付宝 然后就台胞证啊 一些资料准备好 就照着填 填完之后 基本上那一个 就是你支付宝的支付功能 就可以开通了 就算你没有连到你的银行账户 因为你没有当地银行账户 基本上你那一个就开通了 那你在当地其实 甚至绑信用卡在某些消费 其实是刷得过 你帮你台湾的Visa卡 其实在某些 像我在北京搭公车的时候 我绑我台湾Visa卡 绑在支付宝里面 其实我有刷成功过 其实我有点纳闷 其实因为很多都会失败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笔成功 对啊 不过至少你有这一个 就是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 虽然你里面没有钱 可是你可能就可以请别人 转钱给你 你给他现金这样子去交换 这样子你至少你的 一个支付主流的支付工具上面就有钱了 就等于 好啦就等于我现在有两个钱包 台湾我两个都可以拿出来 在那边你可能 只能拿出其中一个的机会比较高 那你就把钱都放到这个钱包里面 然后去用这个做支付 这个概念 不过问题就是你要找谁去 帮你存入这个人民币 就通常都还是要找熟人比较好啦 我在网路上是看到很多人说 你在网路上争的话 真的可以争到人帮你存 就大家可能会想要换回台币 或是热心或是好心 不过毕竟跟不熟的还是会比较心里啪啪的 所以我这几次去都是找熟人帮我存钱进去 我给他人民币现金这样子 原来那副主任这次去东莞也有就是先申请这个支付宝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就是感觉好像很麻烦是不是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性的问题啦 好像台湾现在基本上还是所谓的纸钞化 纸钞化就交易还是进行纸钞化 实体化的一种交易 我们不管你是你是用那个纸钞 还是拿一张卡出来弄 但是大陆他已经慢慢在转轨 不管你用的你是在讲这个支付宝 还是微信支付还是数位人民币 他这种无形的虚拟的方式 就是无钞化 去钞化或者你讲去钞化的方式 去完成这个交易 那本身来说哪一种更好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交易消费习惯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就好像那个信用卡 我们台湾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也不是每个老人家都很习惯拿一张卡片 不带钱包就出来刷刷这样子 那对大陆来讲 我现在看很多九居 这次拜访一些九居大陆的一些老台商 很多都六七十岁 甚至年纪更大的 他用支付非常熟练啊 你看到那个拿那个手 那个那个手机 一个小小手机 然后就我帮你打车 我帮你叫东西啊 就OK啦 所以这个年龄我想是没有关系的 跟聪明不聪明都没有关系 那这个消费习惯的一个转换的问题 是那总结以上就是 如果我们台湾人到大陆去旅游 或者是出团 就会感觉还是先下载支付宝比较方便 但是刚刚也提到说 微信支付在那边也是市占率很高嘛 那两位会想要就是申请微信支付吗 副主任你觉得呢 就我个人如果是在那边待的时间够久 我一定会考虑 因为虽然那市占率没那么高啦 可是今天微信支付跟那个支付宝 他们有很多的那种消费场景的墙 其实是没有打破的 比如说早期两边为了对立 甚至还要求一些商家 或者场景的业者说 你今天跟我绑 今天跟我支付宝绑在一起 你就不能再去绑微信 微信方面也提出这样的要求 后来闹得很大以后搞不下去了 有的商家就愤而跟官方投诉 说他们两家联合垄断逼 下面的这些业者要站队 那就官方也觉得闹得不像话了 可能也想趁这个机会去整一下这两家业者 所以现在来讲有很多的场景 大家还是各自为政 你进去之后就 像我在广州 我不晓得你们两位 其他大城市怎么样 像我在广州去东莞 其实他那边的一些消费 他还是多轨并行 我比如说好我进去 看到那个机器 既可以用微信也可以用支付宝 你拿线钞过来给他 他一样可以收 可能广东我那边头脑比较联活 只要是你生意送上门 钱送上门 他都没有理由拒绝了 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在一些刚刚的店 我想说你刚提到的 有些连锁店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定专门 我就是绑着微信的时候 但是我就是很爱 比如说我就是那么爱喝洗茶 然后洗茶偏偏跟微信绑一起 不绑支付宝 那我怎么办 我一天不喝一杯洗茶 我就无心上班 那我当然要去申请微信 那怎么办 那就要去跑银行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那边住了久 那我基本上我是觉得我支付宝会申请 我微信一定也会申请 这一定的 确实 像刚刚副主任说的 其实就这个整个生态的高墙 还是很高 非常高的 就虽然官方说要打破 说了这么久 可是到目前来看进度很缓慢 对不对 像你路上看共享蓝车 黄色的你就一定要用微信支付去付 蓝色的你就一定要用支付宝去付 对啊 这个就是很直觉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现在在大陆你可能是有钱也无法花 那甚至如果你两个支付工具 支付宝微信支付只有一个 可能你一只手也不好做事啊 其实你没有两只手的话 你很难在当地真的就是很便利的去消费 去享受就当个非常正常的民众 在在消费 在满足你的购物啊 或一些日常需求 所以就真的 如果在当地 像副主任说的 在当地待够久 通常还是会觉得 还是申请一下微信支付比较好 当然问题就是银行账户嘛 对啊 像我朋友也是去办银行账户 也一直被问 你是不是在大陆工作 有没有大陆工作证明 没有的话 他就不给办 可能要看各个规定跟行员的不同 这样子 以前我们大家都说出门要带钱包 因为钱包里有钱啊 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掏钱出来解决 比较有安心感嘛 所以那 后来都讲到说没有钱包也没关系 你只要揣一张这个信用卡啊 也很好啊 对不对 可是在大陆我现在真的有感觉 就是说你钱包跟信用卡都不用了 你手机里面有个支付宝 会微信支付 而且只要我支付宝里面有钱的话 我走到哪里我都不怕 反正钱花光了 你再请人家再打给我就好 之后再反观就好 这个方式 所以说这个是种比较极端的说法 可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两岸的这个 现在目前支付的消费形态 支付形态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一边是还在实施所谓的那个那个钞票 就直钞化实体化的 一边已经是所谓的无钞化 这个我觉得无钞化可能会是一个趋势的 因为我记得是去年去年底的时候 那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那个义刚 这就不是我自己讲的 是义刚有替我背书的 那个义刚讲 人家要问他说会不会那个 以后现金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不会 义刚的回答是不会 因为他说中国地方很大 有高山有高原有沙漠 然后每个城市的条件落差很大 所以商业银行不可能覆盖到全国 没有那么没有办法硬体做的那么好 但是这种纸钞化呢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化 他说毕竟还是会有些地方 他是会用到实体钞票 所以他说即使有一天 当这个支付宝或者数位人民币 称为主流 而这个这个这个钞票 实体钞票已经不是主流的时候 但是他应该还是会存在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还是会有这个纸钞的存在 刚刚傅主任讲到钱包 然后我在上海拿出我的钱包的时候 被路人用迷之微笑看 想说这人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 今天很谢谢两位来宾 跟我们分享出大陆出短菜的经验 谢谢傅主任 谢谢日行 谢谢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资讯哦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